今天我們講題就是講 學會西一代的綿藝作品欣賞 我們這個西一代 其實很多 這個西一代 他們都是在我們的學會 的攝影班 學習 學習 開始考試 得到好的成績 但現在有兩個 還很厲害 很厲害很厲害 有一個現在還考了 這個香港大學的攝影運動 還有一位 說更厲害 考了F F 那你講呢 都是 我們會 一個 在學會成長的學員 成績是很好的 好 現在我給他們第一套 會試的作品大家先看 我會在這裏 這次呢 會詳細解釋一下 我們的會試 怎樣去考 十二張作品就可以考到會試 但是這個十二張作品呢 都不簡單 為什麼我今天會講呢 因為我們 十一月尾 或者十二月頭呢 我們的名考試呢 即今年的第二期的名考試呢 就會舉行 假如你看到你的作品呢 有我們的三輯 名顏 A的作品 這麼漂亮 你不妨呢 你將你的作品呢 投交我們的學會 你覺得 我都有這個水準 你就交過來 是不是 拿回名顏 都是有一件好事 所以在這個 美評之前 我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們的名顏作品 這個會試 不是高級畫 高級我以前也介紹過 有機會我都將 所以再介紹一些 新的高級會試的作品給大家看 好 我們看看第一份先 十二張 一般我們考試呢 就是 A的水準呢 要求每位作品呢 作者呢 他的題材呢 是不會單獨的 不會單獨的 即是你有些風光啊 有些動物啊 有些人物啊 寫實啊 至少有五六個不同的題材呢 那你呢 評估一下 可以看到你的攝影手法 看你啊 每一個題材 你懂不到水準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呢 就 如果你到水準 他就會給你合格 如果你覺得 哇 各樣都差一點啊 那呢 就可能 考試就不會合格的了 那一般呢 這個十二張呢 我們考試呢 你最少有九張 評估覺得 OK 平均來說給你合格 十二張呢 有九張是 很好的水準 那你只可以考得到 那其實呢 他們考試的那些作品呢 那你只看三輯呢 都很高水準的 那現在才看啦 這個作者有風光啊 那日出的時間啊 那剛剛紅 紅牙的時間啊 那上面呢 是做起了一些 燈光導演 那兩個模特呢 就在那裡呢 雙影城鎚 然後欣賞著 哇 日出的情報 那這張照片呢 應該是在吳川影的 吳川呢 好在呢 星座呢 哇 海灘好多 好多廣闊 還有呢 哇 它一到日出的時間呢 我們除了影樊樹之外呢 旁邊沒有樊樹的地方 就是這樣 清幽雅寺 當紅牙出 就是 那個海灘 倒影了 倒影成蟲 藍吊包上這個 紅黃吊 紅鴨的時候 紅色 倒影在水面 哇 真是 十分 美麗 這是一張 這個 空光族 好 我們看看 看了 嘩 猴子 你看得多 這個猴子 叫做山蕭 這個猴子叫做山蕭 山蕭呢 其實呢 以前很難拍到 但是 現在你去到廣州動物園呢 你就可以有機會拍到 它因為有一個叫做山蕭 寺院部呢 有一個山蕭王 你去到你就知道了 最美的就是山蕭王 我們每次都拍到這隻山蕭王 我們都拍到這隻山蕭王 很特別 表情特別 色彩特別 你看個默默的時間 哇 很有神態 我記得我們學會 這幾年都有組織去廣州動物園 拍攝這些動物 而且呢 出發前呢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要是羅文華 要是敏區 要是林秋基 三個會長 會帶隊去拍攝 這個山蕭王 我們出發前就跟去的會友 會選一個小組會議給他們看 我們拍廣州動物園 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不能拍攝這些動物 你一定不要拍到好像是在動物園拍的感覺 如果出到國際沙龍 你知道屏風會給高分 要在戶外拍攝 那你就分數會高見 包括他們拍北極熊 拍綠宗熊 打架 在國際上也獲金 這個山蕭也是 哇 很容易獲獎 為什麼呢 我在國會很會見 這個山蕭王 這隻真是山蕭有大隻 表情又厲害 都見了嘛 這幾年才見的 這些山蕭以前沒有的 是非洲種 來的 我們廣州動物園近年 才有山蕭有山蕭館 值得去拍攝 前面是很漂亮 色彩特別漂亮 表情特別豐富 好 看第二張 這張在哪裏呢 香港 一個暴行街 人物攝影 走到這個 這個暴行街去拍攝 不用說了 可奈哥子 肯定是不是 在這裏呢 融入一個社會之中 好 看第二張 這張照片呢 應該就是在霸場 你看那些白話樹呢 我們去得多就知道了 一看那些作品呢 其實七七八八知道了 在這個 人融入這個 美麗的風光之中 也都是一個波題材 選擇秋色 白話樹 是特別美麗的 一個重臨中的 這個美麗的風光作品 這個呢 其實這個呢 應該是黃文華來的 黃文華 杯姐 這張照片呢 他也做一些模特兒 他經常都要請英自己做模特兒 因為沒有辦法 他要怎樣找藍模特兒呢 是吧 這些呢 其實呢 台灣老師打印之後 在台灣拍攝的身大 我都很佩服阿侯老師 就是台灣老師 這些從沒有到有 他自己的思想 怎麼令他的蜘蛛 在那裡套絲 跟著的蜘蛛仔 下回來給你看 我開頭我也有拍過 因為我拍了一隻 拍了更漂亮 那張 比這隻更漂亮 當時 我真的是帶回眼界 台灣的生態老師 有時他做出出生法 他很掌握生態 蜘蛛那個環境 為何有吐屍呢? 它有兩條草 它把小豬放在頂上 放在頂上,慢慢的小豬就會下來 下來後,它會吐屍,一邊下,一邊下 吐下來後,它會掉到地上 第一,它會接收,接收回它的小豬 接著,小豬又扔在頂上 然後,它又下來下來下來 形成畫面,中間有個疏磨 好了,這個小豬結了很多網之後 它放著大豬在中間 見過,我們沒有拍過 我們想不到可以用這個方法 拍到這麼漂亮的豬都結網 當然,光影很漂亮 它用光影很漂亮 它是一種很有藝術的作品 有很多的,像何老師那樣的生態 它設計得活靈活然 螳螂,你看 螳螂在這些絲瓜之中 在那裡張牙舞走 這種生態,其實 比較少見就會著述 我曾經做過《花鳥重園》的過程 一堂拍花,一堂拍雀鳥飛鳥 老師有沒有螳螂拍? 螳螂嗎?我買不到的 因為我們的雀鳥街 雀鳥街 草蚌有很多賣,雀鳥也有很多賣 螳螂是沒有得賣 我就跟學員說 你們想拍螳螂,你們抓到回來 我就跟他們擺 結果下個禮拜 三隻螳螂有小 那些學員說 他們多專心 他們想拍螳螂 我找了三隻 三隻螳螂回來 拿來拍螳螂 沒辦法不放給他看 我用了一個 《螳螂報仇旺章在後》 《花鳳二年》 其實我拍的一張 螳螂在上面張牙舞走 捉一隻色術 何老師另一張作品 這也是螳螂的作品 用不同的擺設 螳螂都在吃東西 一隻螳螂的 草蠻螂在咬著 正在咬著 這些生態作品 小見的畫面 一般來說 是會著數的 頭看別人 很多 他飛鵝 什麼 何老師 他很多出神法的軍蟲 他都會穩定出來 可以多多的變化 好 看一看 這些呢 這些呢 水鴨 水鴨飛長的時間 不簡單這張東西 因為我也拍過 第一 拍攝這些東西 你要鏡頭長 五六百 第二 他飛得很快 飛得很快 你追行 聽著 追著他 不然你一定不散 速度 有動感 要聽著去拍攝 有時候有看照片 他的藝術價值高不高呢 就是看你那個人拍攝的時間 如果你凝固了動作 好拍的 三千塊一米化妞 實拍到他的 但是他那張呢 有些擺鏡 有動感的 但是殺了眼睛 我們已經動態的攝影 不用很多地方 是殺 最重要 骨頭 然後 殺 那你只想要殺 殺 就是有動感的作品 你試一下 你不懂得拍這些 拍一千張 你未必拍得到一張 後來拍得多 已經很多 拍得多 你只能找到一張 夜景 看黃古城 我連演的團 去看黃古城 那些拍攝真的很開心 在陶樓三日 他們都是拍攝三日夜景 所以鳳凰的野食就是太美了 建築物 不同的景物 那些拍攝很沉浮於野食之中 夜景可以拍到晚上12點 他們已經有人能握進一 contrib 這些拍攝頭 做了一個很美麗的構圖 這張呢 相信這兩個人一定不是很好的 一個山頂下去是很遠的 這裏隨時有船 有船都是在玩 拍到那些浪圖一片一片 在黃昏之中 就當了一萬步 已經是很夠浪漫的一張作品 春洲摸摸摸 十大摆景 大家現在都知道 哇 當時 春洲的照片 我想是十幾年 第一條在春洲都有十幾年 哇 那些照片到 一出當時的各國 哇 金銘同學拿到笑 當然 難了 因為太多了 看得多的東西沒有辦法設設給你的媽媽 當然是給你新的照片 所以你不要想 嘩!我的照片這麼漂亮 為甚麼拿不到獎 等等 看照片夠了 是不是 有時就很難改 看得多的照片 嘩!他的照片看到 只有一千幾百張 那他怎會再給金銀派你呢 所以你不要想 那他怎會想不到 這張也很精彩 我們東莞藍寺的武士 這班藍武士的人都一樣 但也是我們自己想的意念 也是一件 因為每一次武士 我們都要想 上次拍了和今次拍了 有甚麼不同 也要當地人 當時人們在這裏配合 所以我們拍了這個武士 拍了這麼多年 但這一年也有新作品 這一年呢 我就想想想 嘩!好! 叫他大頭佛騎上去 騎上去 騎上去很生動 有些年輕人 我們拍一下 那些年輕人來看 來看東西 那樣捉了那個年輕人 那樣 在那處裝出來 裝一下那個大頭佛武士 那樣捉了 張上去 畫龍點睛 又有個小孩 在那裏 不止那種武士山洞 大頭佛的重量有山洞 你看到那張大頭佛左獅子 你看那麼多武士 會不會沒有的 是吧 但這張呢 就反映童真 和喜悅的字 那些表現 桂林 桂林的山景 又是一絕的 是不是 這個桂林 我們是很早就 四五年前去這個 這個 什麼 輕平 拍攝過去的 那時候還沒有人輕 走上上公山 我們說 輕平 那是因為琴上去下雨 天雨路環 挺辛苦 上去 因為那條路是泥路 不是人家旅遊行山的線路 所以 如果下雨 下山真的會很小心 但是 高位拍攝過去 降環位是十分的 好了 我們看看 第二個 影友的作品 這個影友就是 何愚友 何愚友也就是我們的委員 是我們的委員 他真是厲害 剛剛 我真的要恭喜他們 他們剛剛呢 在公開大學 收讀 攝影課程 結果 兩夫妻一起去讀 兩夫妻呢 上個星期呢 穿著那個 即是畢業 你知道呢 穿著那個 好像學士袍 薄著衣服 四方帽 走去拿證書 哇 我看到照片 我幫她幫她 要幫她叫兩夫妻 那兩夫妻呢 她在我們學會是很努力的 她其實是學會很多東西的 我擺位不需要我擺 她擺都可以了 現在 一挖的生態 她怎麼做形 她已經知道了 她懂得擺給影友 這個就是說 和每位學會幫助 她也都是 會進步得很快 比較快 她見識到很多樣的 譬如我拍蝦 拍蚊 拍蚊子 她在現場體驗得很多 她知道 原來要去哪裏噴水 哪裏做 哪裏做 她認識她 學了很多東西 教學生長 我覺得今天這麼好的成績 因為 學生 接著我要 我就要想 怎樣教他們 那些題目 令我自己增長了 教學的攝影 的知識 我第一年做的花鳥松園法 沒有人做過的 全香港沒有人做過的花鳥松園法 要和我們量度 要買什麼金魚 買什麼來拍攝 要拍得漂亮 其實那個 真的很好吃 不用說了 那些當年的金魚老鼠 金魚老鼠 老鼠吃臘腸 這個螳螂 在那個豬龍草那裏 下雨噴水 那時候 新鮮的東西 做得出來 沙龍他們開著 這張呢 這張呢 拍攝我們 拍攝樓拍攝的 當時那個 我一隻沒有特意 穿紗 那我們要設計一些新的料意 那時候呢 那我就把這個和護露 拿著護露 拍攝 那時候呢 我就用摩托 拿著護露 拍攝 拍攝之後呢 其實呢 已經上了懸底 那護露裡面 沒有那個新鮮的樣子 但是呢 我們電腦 新鮮的樣子 鍵入那個護露那裡 這個呢 東莞西谷佛 這個藍寫西谷佛 他們的拍攝樓拍得很多 但是 有時候的事情 我們都要利用我們的事件思路 就是他們的修圍提高 我初初去呢 他們自己的鋪那些 倒些谷啦 倒些盛啦 那我就 我們影影一下 我們要生動一點 所以我們三個 他們三個人的表情 電力要燒 燈光之下呢 他們的面子是夠光的 其實是很曬光的 你看到那三個 三路呢 在這個修成之中呢 是很開心的 表現得到 啊 我們龍村人的起源 就是 人欣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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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黃昏的時間去拍攝 這兩個人欣貴林 人家呢 其實呢 真是相佈 怎麼相佈呢 兩個白蘇 兩兄弟的 我每一次要貴林 我都要請這兩個 給他們訂定 我要這兩個人 兩兄弟白蘇的兩個 你不要給我黑蘇 因為 表現得到他們的年齡 表現得到他們的年齡 在那裡的成長 就是 幾十年 他們都是 現在的生活 你看到那些照片 是很有得誠的 是吧 生卷很美 是吧 有些藍 很多時候的氣氛 你都要自己拍照 這張又是 龍聖梯電 龍聖梯電 這張照片 我上次提及了 有個大學生 郭妙的兒子 就跟我拍龍聖梯電 他很喜歡拍他 我說 我跟著咖啡 在我們出生 那個兒子 很想跟我們拍 我覺得 我不用請他來 我帶他去拍 他做一張 類似這張的作品 這張作品 那個位置很有心動 三個人走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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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層一層一層 他的體感很高 我們找 選擇的位置 就是廣闊 和立體 視野是立體 他選擇了好景 然後才可以 那張 我拿了金牌 我兒子拿了金牌 所以 他拿了金牌 那種的遠景 整個立體性很高 然後給了一張 在我們這個影樓那裡拍 這個很寫實 白底靜蜜事件 以前很多靜蜜事件 你會看到 很有浪漫的植物 一個層 藍色白色 接著一條 孔掌門 彎形 兩個領製 很簡單 看起來很舒服 那種植物造品 是 桂林 是吧 那這張 就是龍蜜事件 剛才那張龍蜜事件 吃完早餐 我們便會找一些人物特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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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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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的燒業 那些 陽光進來 哇 真是有 有沙龍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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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教 吳岡上 一定要進選 光眼 很厲害 我們拍人物 你看到 每次都是 在他們的笑容表情 是很重 拍這些 那些 氣氛作品 一定是 流露了他們的真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笑 那你怎麽笑 要引導他們 atra 他很開心 他真的在工作 你真是很開心地住 想像就是有靈心一點 所以意義內容 就因為它的笑容的表現 都流用了出來 這張都是桂林的 他們兩個婆婆研究獸花的技術 你每一張的品 有兩個人物給你 有三個人物給你 你的腦海你一定要專業 我怎樣令到他們流落真情 不像擺拍呢 你要不像擺拍 別人就會覺得這張好東西 沒有的作品 除了光影 你看我每次這些 頭頂也有光 有光立體 然後兩個人物 真的很流落真情 真的好像在研究 怎樣瘦的 不求他們擺拍就行了 你擺姿勢賣成的 你一直在心內容 說你們要投入 你們要看著 怎樣拉這條線 他們兩個人很合作 你覺得他們很自然的流落 你覺得他們很自然的流落 你不擺硬照 明白嗎 沒有擺硬照 這個又是表現出民族特色 碰透耀粥 他們的頭髮留得很長 你看他 你看他 那他怎樣 這是他們以前生日的習慣 就是這樣 他河邊洗頭 你給我弄我和他弄 那些頭髮很長 他們就包包包包包包 全部都會洗爬 然後 他被他們 靈下來 貢化為產 人民的生活 這很少人這樣 很少民族 穿他的頭髮 下去 硬直先去 看下 這樣 dick 哇,這張很漂亮 澳門我們拍了很多醉肉 這張其實我們是在長洲安排拍攝的 因為你去澳門有時候你都會放得很漂亮 因為那些人是不會和你慢慢擺設的 這張其實我們看到你做的那個是誰 我們現任會長黃文華 現在這個獸仔也就是我們的學術主任 袁襄雄其實他們很有力氣 會氣委員也有好玩 當你擺拍了這個醉龍表演之後 他們兩個說,我們還在學場 那我懷疑,那我懷疑,那我懷疑 很開心,這些人我見到都開心 我們自己玩得也開心 那大家投入就好了,拍攝是要投入 這個醉龍其實我們很多功夫 第一,因為背景寶力很大 你找一個黑色的黑色 還有一些紅色的黑色的黑色 黑色的黑色的黑色 黑色的黑色的黑色 我們之前就買了一些紅紙 我們會剪碎,剪碎 我觉得拍照挺好的,开心的 刚示我们有了最好的方式 不用说,再张啊,树蛙 我们在国际生互有很多奖 拿了很多金牌 我们的树蛙第一个金牌 就是我们第一场 第一场是棉手 第一场是树蛙自赢 在我们的行为 当日,我都想不到 在我们未开场之前 我们在这儿,每次的时间 因为我拍到 就来到我们会 我买了个新机,傻瓜机 你现在还没拍摄? 我可不可以拍一张? 那些拍摄? 其实我们没有开房 即是没有付钱 你来到,好啊,你去找个傻瓜机拍摄? 他真的拍摄了一张树蛙 用傻瓜机拍摄了一张树蛙 他竟然将这张树蛙打世界 拿了金牌 我说,你真是值得 又不付钱 又没有交钱 又第一个拍摄 又第一个拿金牌 他真的值得 所以说,我开了一张树蛙 一个人 他一口子都没有付 我们也不一定 很多人想付 我们不理他 开心 但没说到 没说到钱 是不是 你玩了一整晚 佳妖蛙 我们付出了很大件 拍摄这些树蛙 我现在 今年已经很长的树蛙 树蛙 树蛙 是整款不同的作品 即是你这个 你这一串的树蛙 下个星期开场 我写一条 我有十款是不同的 上个星期是不同的作品 所以我很想要跟他 我喜欢人人 全会 每次做的一样 有几百本树蛙 是不同的设计设计 很辛苦的 拍摄树蛙 我早上就要去花 新鲜的花 有什么特别的花 好事以前没拍过 那些 有什么特别的 那些花是很可怕的 有什么特别的花 有什么特别的花 新鲜 要给新鲜 这张很有 有什么 这张很有品味 所以 为什么拍摄树蛙 能够做了三四十场 那些场上 是被人拍摄的 真是 全国朋友 第一天是全港导游 第二 我们的设计 是不知各有 可以说 有些设计 无论东刚 可以拍摄一张 下雨 拍摄一只个下雨 是吧 这花挺精彩 那我们要做到这样 好 下一张 要拍这张照片要晚上在11点 11点出发到厂里拍 大家拍两个钟头 那我们就拍了 这么晚拍 一般你练锅厂开工时间都练锅 因为晚上开工电费便宜很多 要选择多时间很多 通常很多人用电 所以电用时要给电的贵 晚上的电费便宜 所以在晚上开工折省成本 好 看看这张 HELLO 做HELLO 是新会的作品 每次有一个电影也拿到很多作品 这些HELLO 好像他们也有不同的动作 有两个书书 那里拍同样东西 好 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拿了金牌 拿了几个金牌 很难得的 现在已经很难找一些大型的这张照片厂了 还可以找到 还可以找到 有时我们真的要打听 去找当地的事丁家 带我们去做 很多点 因为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去拍一张照片 他不会给他拍一张照片 很难说 所以人脈是很重要 去哪里拍照 你有当地的事丁家带着 你是事败功倍 你收获是成功很多的 因为他经常去拍 他知道哪里好哪里好 哪里不好 你不用自己摸 摸不到的 去这些乡村 人家的村民 你又不认识你 你拍我干什么 好的 不肯给你拍的 不钱的 你给钱也不肯给你拍的 这些就是天使地利人 我可以 好 看看 一样的香组 这个令人曬了右香 正在塔香的右香 很表现出新回 曬香的特性 这些地方 每一个新的题材 你可能要去担心 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 你找新的题材 有进步 你经常拍的旧题材 没那么差 我们现在每年都要 找新的题材 快点拍到 对吧 所以成功 为何那么多 在世界十多 因为我们会的题材 是太多了 每次都要面对什么 越难 每次都要新的题材 所以你不用说 哎呀拍完 傻了 怎能拍完 是的 有 有 有不同的人物 你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这张是长镜拍 对吧 你看看荷花 每次都会看到 松懵了 是不是长镜拍 即是松懵了 那 那 何堂的作品呢 往往都是 但这张都很特色的 这张都很清净 很有趣的色彩 对吧 好 看看一张 这个题材就是 天龙洲 那龙洲的庭材呢 你拍到那些炮掌衣爆得這麼漂亮 你一定不吃 哎,五百塊吧 你為什麼那些炮掌衣不見? 劇技 你凝固不了那些炮掌的一點點 一千、一千、一千五的這麼快的化妝速度 你才凝固得那些紅點紅點的炮掌衣 那些就是畫龍點睛的地方 好,看一下像 彩花紋 鐵盤不高的 我講的,以前人家生態是用風料 你撞的風料是不容易的 但是這幾年呢 就有這些風料場 就是這些 料道、料場 能夠容易讓你拍得到 所以當時來講呢 一出這些作品 你在沙龍 有不同的題材 在香港、在國內 是這麼容易拍到的 這張呢 亦都是我們回到松原的創作 這個採著創作 你看它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拍到一踢過 這個就不簡單 一踢過要怎樣? 飛了就怎樣? 可以放飛出來的 對不對? 不用電腦的合成 放飛出來的 你想想 每一場有十多人 我們要每一個人都拍到的 要教導他們 每一個人都拍到的 當然有辦法 我放飛的時間 我很擅長的 要放飛 我研究出來的 你要研究一件事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最主要飛 最主要飛回畫面 這個東西 當然有 有些難度 但是我可以康復得到 我最主要在這邊飛就可以 那邊又飛就可以 那我直接 他已經有了 就已經 教訓了 我說一、二、三 一動手 那隻腳 就會飛去這個位置 這件事 可以 真的 我一踢過去拍到的 不用電腦 還要放飛很多次 很多次 當然要養屬這些俗子 他們有感情 大家也明白 最初是有感情 當你站在那裡 瘋子 那隻飛過來 因為他們三個是有感情 人物、生態、什麼都一樣 有感情 人物、生態、什麼都一樣 他們會過去 因為他們同袍在那裡 兩隻經常玩著 那就飛回到自己 旁邊 是不是 這些 整個音樂都關掉了 不要讓他們看到其他 光光都在其他地方 有難度 這個 這個也是 豬龍草 草馬 拍到豬龍草 拍到豬龍草 草馬 沙龍都拿牌 難得一見了 不過 他還是有些藝術味 這張 是我們一個學會的創作 這個 我們那一年 去搞一些泡泡事件 會找蕃茄水 開一些泡泡 當然我們要加好東西 在裡面 要不然你會這樣 用 不甘油 其實要混 混了之後 去找一個圓形的東西 圓形的東西 我們買一個 拍蚊 然後 然後 濕水 把蕃茄水 把蕃茄水 把蕃茄水放在蕃茄裡 讓它吸收水 我們一拿起蕃茄 它 就有蕃茄泡在蕃茄裡面 然後 那 這張蕃茄在蕃茄裡 就會變成 沒有什麼色 變成彩色 到彩色 它慢慢就會 爆裂 爆裂 那這段時間 當它最美麗的時間 你快點按 它在流動 那些蕃茄水 每一張的色彩不同 這個是很重要 這些泡泡 好呢 你好像很簡單 但是 我們有一個 文教委員 梁嘉玲 很出名 當時 他們在我們會 做 學攝影班 初班開始 其實 是一個 老師上的 女孩 他已經來玩 他是一班 學校的副校長 不是 副校長 他 他的 書 很新 部官員很新 他就找了 一輯的泡泡 考了王家 他就找了 泡泡的書 沒有看少這泡泡 所以要很長時間去拍攝 那些泡泡 每一次你拍攝的時間 也都需要燈光打得漂亮 燈光打得漂亮 它的藝術性變化 每一張都是有不同的 是新鮮的 所以很有藝術味 你看到 這個也是我們的非仙作品 非仙撒粉 這個也是 因為這套非仙撒 我以前也說過 是叫我老婆自己做的 因為外面買 買不到那麼漂亮 非仙的衣服 好了 看完學友的作品 最後一輯就是 楊嘉玲的作品 我剛才說 她來我們玩 一邊玩 初班一邊上去 但她這個女孩子 其實她真是智慧很厲害 當時來我們玩 其實是很豪爽 喜歡拍照 還有很追求 你看到她現在的成就 已經是拿了王家一副 很難得 她考王家一副的作品 是《煙花去旅行》 在香港影友之間 她搞了兩場劇 一個講座 在文化中心 沒有那麼多爆棚的人 我下次希望 個人會請我邀請她來 跟大家做一齊 和煙花去旅行 她們的作品 她們都要 這件事 其實是在台灣 俄羅斯帶領之下 去拍攝 這些生態的作品 他們都要 做一個很優美的構圖 其實是很優美的 再加上那些蟲蟲 那些蟲蟲 是不是很有趣 背景 都很精釋透切 是不是 要大光亮 發色背景 鬆蒙 你都覺得 這些作品 都會覺得她 覺得她 藝術價值 這些我們 私人要求 私人要求 私人要求這些 自己 過到自己的藝術界 價值 你就慢慢會成長得很好 又是在 身會 身會 身會拍攝 身會那些 那個 那個玄鋼廠 其實有時候 她有打窩 打窩 打窩 可以了 氣氛很好 你記得 是不是很氣氛 有煙霧 有成 因為每一張作品 水準都很高 你看看這些漆 每一張也很好 背景水準 你看看背景水準 背景水準 有人在練鋼 那些賭武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前後 很有 立體的寫詞 下張 這個就是 練鋼時 賭鋼水 三個人合力 做出這個 賭武的動作 人 剛剛三品箭 對角 是吧 那個賭出來的 那些熔爐 金黃色 又有一些爆炸 爆出來 火花 是不是很有氣氛 很有氣氛 很有氣氛 但是 這個想拍 其實 我們是通過很多人事關係 有些人說想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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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今天沒有說出來 第二次再去 不好意思 今天是沒有 人事關係很重要 那一間 那一間是一粒 結果我們也知道 那一間是一粒 但是我們找到第二間 找到第二間 去拍攝 很重要 這間沒有 好 帶你第二間 去拍攝 這是很重要 其實 廣東省 很多地方 那個地方 都拍攝好的工作 我的人脈 是很多年 累積回來的 那些女人不清 就找胡同 去新會 就找老蘇 很多 廣東省 我就找當時的副長 演家協會副主席 他們 梁延佳老師 跟我都很熟 我想去哪些新的點 我就一定要請教他們 我說 我想拍攝 你這個人很想 拍攝 他把我介紹給他那邊 衣服 然後我跟他溝通了 我就組團過去了 他就 試半功倍 有人帶著 讓你自己去沉沫 沉沉 是很 人物關係很重要 這是台灣的作品 台灣的作品 台灣的廟會 廟會 很有名的廟會 我也拍過幾次 哇 很精彩的廟會 他們 那些炮蟲燒 香港不行了 台灣是很高興的 拍廟會 那些炮蟲燒 是一雙雙雙放在地上 出來的 那是你怎麼做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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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的 真令人變成很了不起 在 cont 所以我們 拍很多少許廟會 所以我們拍攝 或者拿不同的作品 const 我們 要知道 哪些地方 有什麼題材 新的 我們都盡量早期 他也有拍攝 realise 這麼痛的 不同的作品 Claro 台灣拍電 台灣就是國保 好嘛,這叫藍爪嘛,是嗎? 他看了那隻紅嘴藍爪,叫做紅嘴藍爪,嘴紅色 他飛上去打開,好像鳳凰仔那樣,我們第一次見到好爪 他說什麼事情呢?他們不會這麼多人 你早兩天三天就去台灣,謝謝紅嘴藍爪和我們安排 否則我們的香港音樂,就沒可能去台灣拍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大家兩天交流,大家都好處 他們又要我這一刻,我帶他們去緬甸,台灣 帶緬甸去越南,他們又拿到很多很好的成績 那我們去台灣,他們又是跟我們安排了很好的題材 我們很多收穫,他們去台灣真的收穫滿 這個也是,以前就只在台灣拍到 現在都不同,現在是獨秀,但是這兩人呢 台灣人是最出名的,打鐵,打鐵,加上這些拍,他們真是 一打我的東西,飛出來,哇,那些事,彈出了火花,一條線很漂亮 但是現在走到賣了,多久還沒有這些打鐵在家裡找到 台灣的鹽田,蔣仔腳嘛,蔣仔腳很出名 我就是全靠台灣的市政家,但以前也沒有 這個台灣的人民生活作品 那兩地交流之中呢,我們非常多 也都是白河老師所賜 他的生態是台灣的一團 那王永遠帶的緬甸、越南,很多團 都是台灣人,他們自己去拍攝不到的 所以他們很多收穫,他們自己台灣的老師帶 都是很差的 所以很多台灣人是不是要跟著我們去拍 那這個呢,香港的中秋武龍 中秋武龍,我就很爛的,我告訴你 我40年前就去拍 40年前就去拍幾次之後呢 到現在,現在這麼多年,我從來沒有去拍過 我不想去拍 不可以 很爛的,現在很多人都去拍過 現在很多人都去拍過風去吧 空手節嘛 今年就沒有了 今年,為什麼你知道,在白癡情之下 限聚令嘛,對不對 其實這個舞龍呢,以前是很難拍的 其實這個舞龍呢,以前是很難拍的 非林時代,真的很難拍 那時候,你總是怎麼說 那時候會怎樣 鮮肉到非林時代,都不夠 那時候他都說 那現在,現在幫你聽就會說 那什麼都不夠 要再久一點,讓他們拍更久一點 那層次出來 這個也是台灣 做股高手 很出名台灣的做股高手 加了一個人 加了一個人 你看到那個人是誰 打著兩支是什麼人 那個是我們的副會長林秋基 是否很好玩呢 我們的副會長也不能玩 他們最喜歡 很過癮 我先去辦一下 他們自己喜歡樂場去玩 大家會有的很開心 我們大家用 越試越越娛樂 這個很重要 又有得玩 很好玩 我們也是的 我們的副會長 有一年 我們是文化會長 和一個影友 在雪地上打架 玩出膠 雪地上打架 兩個剝小 不穿衣服 打架 我們要玩 他們玩得很高興 越攝影越樂是好事的 投入她的攝影 接著又是台灣作品 拉麵線 陀伯拉麵線 這樣的線條 對她的作品 令到畫面很豐富 畫面都是拉麵線 你沒去過 誰知道原來你吃的面 掛麵 拉得那麼長 讓它曬乾它 美麵線 嘻嘻嘻嘻嘻嘻 那些面試就沒有 其實在《史上》線條 生活中 我們很多事情 是能學習到 原來拉麵線 拉麵剪製 曬香 如何煮香 這些都是 人民的生活 你體驗很多 不同的生活 就格不同的事情 你認識得很多 世界有很多 那麼多 我們從視鏡中 平時不會學認識的都會認識 葵林不用說了 只是說了一張 一萬四千元歐羅 二萬元歐羅 幾萬元 厲害 那張葵林的作品 十年前一出就已經拿了金牌 有幾張朋友在那裡 一出 金牌 以前介紹過 不想說哪張 一張春洲的薩網 你掛過你自己拍春洲有沒有這張氣氛 你很難有這張氣氛 這張經過合成 這個合成後面 主要用黃色、藍色的電視 造成科技武器 因為其實你在那張春洲就知道 後面那個山是很高的 不可能見到天的 這個合成 很狠 很厲害 在這個殺網時代 他怪你便知道 這個黃狗 我們叫他姓黃 黃狗 廚夫 因為他是狗 所以我們叫黃狗廚夫 好 好 後面這一集 阿嘉玲的作品 你看到他 到現在這麼快 可以連黃狗廚夫 他都考到 這一輯是他考A的作品 後來他考了F 還考了黃狗廚夫 好 好 大家期朗那天 好 謝謝廣哥 好 好 好